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因为延迟上传并删自删除中小品牌业配文 而引起耍大赔争议的五折鲁杰 昨天在Supa演唱会爆哭而登上了新闻热搜 7月10号在首尾召开了Street Woman Fighter的演唱会 而在演唱会结尾 出现这门与观众们支谢的时候 鲁杰拿起麦克风 流着泪对观众们说了 只希望大家能知道 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每个瞬间都在努力 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那些争议 所以网友们都认为 这是在间接透露目前的心境 而因为这也是在争议之后首次露面 却没有一句解释或是道歉 所以目前韩网的反应仍然是非常不好 他不是聪明人 大众们最不喜欢的就是 自己做错后流泪的样子 亲自道歉有那么难吗 在这里有必要说我们是努力的人吗 然后跟厂商的约定也应该要努力吧 如果上传道歉文后再哭的话 大家还会同情 他心里应该很受苦了吧 就是因为什么道歉都没有就哭 所以反应才会不好 以前最不希望的就是 爱豆们自己做错后流泪 虽然这位不是爱豆 因为你的耍大赔 某些人会心骄流泪 那些人要到哪里诉苦呢 现在最想哭的人 应该是与弄结签约的公司担当职员们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在公司的道歉文中说过 是公司与艺人的沟通问题引起的失误 是公司的错 而且在团体演唱会 需要做个人的道歉吗 公司已经上传了道歉文 努力做好原本就预定好的演唱会形成后 最后与观众们说了这些话 就有那么不对吗 如果在这里道歉的话 一定又会有人说 为什么要利用supa演唱会 来道歉自己私人的事情不是吗 因为在弩结争议之后 非常多媒体们没有针对争议的内容 而是实用 弩结受了钱才肯上传道歉文吗 无法治疗的艺人币 严重得病的弩结与所属公司等 很多人身攻击性的标题与内容 所以目前也有记者们指责了 部分媒体的这种行为 不管怎么样 对于弩结在演唱会上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很多网友们关注的一个贴文 那样个人活动的时候 Twice成员们呢 2002年6月24号 在Twice第一个solo出道的那样 发表出道曲的当天 成员们都在IG现实动态 发文姻缘了那样 而在回归直播的时候 前来到现场送花 一直待到直播结束 在打歌活动事前录影的时候 来姻缘的Sana Gio Momo Mina 连续两周以上 以特别主持人 与那样在一起的 在音乐节目打歌活动第二周 来现场姻缘的子余 MV拍摄现场送咖啡车的成员们 成员们一起拍了Pod的MV反应 也一起出演了综艺节目 然后就是让哪样流泪的 藏在专辑里的成员们手写信 哪样在solo活动期间 成员们都有亲自来音乐哪样 Twice成员们象征色的蝴蝶结 背景色也是Twice成员们的象征色 真的每次去音乐节目的时候 都会有成员们在 身为粉丝真的很感动 看Twice的话 真的很像亲姐妹 说实话 一开始说出solo的时候 因为一直都只做过团体活动 所以有很期待也很担心 但是solo活动现场 每次都有看到Twice成员们 所以真的很谢谢也很感动 Sana话说的真的很漂亮 明明是哪样的solo 却说是对于团体很宝贵的专辑 真的很感谢 我给大家读一下 Sana先给哪样的一小段内容 因为知道这对哪样姐姐来说 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真的很感谢 辛苦了也恭喜姐姐 对于我们九个人来说 又多了一个宝贵的专辑 Twice现在才是开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帅爆的云塔手枪舞 跟游戏角色一样的很棒 云塔连长得这么可爱 还能胜任这种风格 真的太神奇了 原来不只是只有我 一直在反复看这个地方 其实我也很厉害 很感谢